那當初承諾 6月6號承諾要給我的 中華電信的佐證紀錄 王局長陳局長答應我的都沒做到 所以我下午一點多收到的時候 我很傻眼 很錯愕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寄出這樣檔案 而且昨天寄 然後也沒先跟我溝通 明明就有溝通過 你們要寄東西之前先跟我講 你們寄的什麼清單裡面有什麼 這次提供了什麼東西給我 什麼東西還不能提供 還在努力 有這樣的清單 那事先我們溝通過 我覺得ok fine 你要用寄的那好 就今天一個簡訊過來 告訴我說昨天已經寄 然後我下午兩三點收到 我打開檔案 想要趕快看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更新的內容 結果跟之前的檔案內容一模一樣 就是一張檢表 衛生局一張 消防局一張 我不知道他們在寄這個東西 過來給我看 你覺得他在糊弄你嗎 事情以如此 我覺得是糊弄我 在6月6號我在消防局第一次見到黃局長 或者是衛生局陳局長的時候 我有跟他抗議表達過 為什麼我們雙方的溝通有些旗艦 比方說你剛說這件事情是說 他們第一次竟然只給五個議文 然後我跟黃局長說黃局長 我明明就第一次的公文 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我就要求你們提供所有我們夫妻 跟你們消防局往來的通聯記錄 通話錄音 還有你們跟平行單位所有的通聯記錄 通話錄音都有要求 這個自始至終都沒改變 我也沒有提供出新的要求 黃局長當然否認都跟我說 他有跟媒體講說 我有新增的要求 他跟我說一切都是誤會 所以我跟他說 我抗議我聽到媒體的這個報道 另外我希望我們以後的溝通是順暢 不會再有這些誤會發生 當然我也跟陳局長去講 就是說我覺得之前跟高部局長的溝通 好像也不是這麼順暢 那既然今天我在這個會議 是第一次見到你們兩位局長 我希望我們以後的溝通是順暢 我要的資料 請你們今天幫我做個會議紀錄 在我們會議結束之後 回覆我什麼時候可以補過來 這是當天的信心 他補了沒 補了 就是今天突然一個簡訊告訴我說 當天6月6號我要求的東西補過來了 結果今天下午我收到的時候 跟之前的第一版的檔案資料一模一樣 高副局長跟我講的一樣 林爸爸當天大家都很忙 然後同仁沒接到電話 不是故意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時空背景 我們還有那個疫調要做 他一樣這樣理由誕嚇我 我說陳局長你這個說法 我嚴正跟你抗議 我說很多網友已經告訴我 也給我一些見解 他請我 他認為我可以請你們提供 的那個監視器 可是我知道我是平民百姓 我不是檢調 我現在去跟你提這個要求 你一定不會提供 所以我說我現在沒有要求 可是你至少提供 主供佐證你說法的理由 不要只會跟我說 大家都很忙不是故意的 這個理由說服不了 台詞我今天真的被激到了 因為今天在另外一個節目 有議員說我這檢討報告是亂講的 是假的 我現在我無法公佈 因為他逼我要公佈 我一公佈不就代表 在新北市政府裡面有良知 有自覺的人會被揭露出來 但是我可以講是什麼內容 為什麼我要講這這麼重要 因為新北市政府內部就是認為 他們有疏失稅才有檢討報告 而這個檢討報告 我保證侯友宇市長一定看過 為什麼侯友宇跟我講 他幾個檢討的點 第一個點就是 他在檢討報告裡面承認 他們跟衛生局 消防局跟衛生局之間 並沒有專線 然後在恩恩爸爸這個事情揭露 跟恩恩事件揭露之後 他們會建立24小時緊急聯絡管道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疫情的狀況底下 本來他們的SOP是 消防局接到電話之後 打電話給衛生局 衛生局確認醫院有病床 他們才能派車 可是這件事情背後有個問題 今天是任何人 如果我生命有緊急狀況 他們馬上要派車來急救 那後面病床再去喬 你馬上急救要到現場做急救 因為恩恩的犧牲 新北市政府的檢討報告裡面 已經把這一個SOP改了 改了 社會大眾知道嗎 代表本來有問題 你改了社會大眾完全沒有 不知道 到目前為止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衛生局 匯友宇市長沒有人有任何的錯 不管是高層 即使沒有任何的錯 如果你們沒有錯 你們檢討報告怎麼會改 我講這個已經講了幾個禮拜了 不承認不承認 第二個我要講 剛剛我講那個 他們的內容被掩蓋這事情 我簡單講一下 可是一定要講 恩恩爸爸他跟消防局要的資料 我現在不管橫向聯繫 我就最卑微的 他媽媽恩恩媽媽打電話給消防局 打四通電話下午 早上打一通 下午打四通 消防局回電給恩恩媽媽三通 所以總共八通電話 恩恩媽媽要這八通 結果他們只在六月二號 他只收到八點三 拿到五通 為什麼是六月二號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 那是端午連假前一天 我接到的消息很明確 因為真正驚悚跟對西北市政府有傷的 是消防局回電給恩恩媽媽的電話 在電話中就是明確指出 聯絡不上消防 消防局聯絡不上衛生局 他們怕這個事情曝光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鄭知道了